在IG發布之前三張照片就完美 原本比較窄的圖片變成B 大家好我是看起來很可口 卻要讓你愛不釋手的Benny Cole 跟大家分享四個我最常在IG發布之前會使用的APP 這四個是我最常在IG發布之前使用的 到底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第一個APP是Pick Break Home 這APP是把很多圖集合在一張圖裡面的APP 它很簡單 它就是你進去的時候選擇你要的版型 再選擇比例 之後再選擇你想要放進去的張數 像我通常就是喜歡放三張 就拍很多美張 不好意思一直習慣人家 所以就是把它放在線動 那就完成了 就是一個發布在限時動態的三張照片就完美的放好了 就是三張可能會有連貫性會有點故事 然後跟大家推薦第二個影片 它免費又非常厲害 就是做到蠻多我覺得是Photoshop可以做到的事情 只要在手機上更簡單的點擊更簡單的點擊 開啟這個APP 然後匯入照片 匯入上照片是這樣子的 然後我們使用工具 這個工具跟Photoshop上有一些像 切完之後再使用 這邊推薦大家使用的是擴增這個效果 這個效果就是它會用電腦去運算便便 所以就是增加一點點增加一點點 然後可以把原本比較窄的圖片變成比較大景的感覺 比較壯觀 但切太多它會有點不順 所以就是要多次的分開切 它的自動運算效能也非常好 原來自動幫你倒震 就可以達到比較好的張力 修完之後感覺是可以更適合裁切 然後放在IG3會比原本拍的更好效果更好 還有一個推薦就是VSCO這個調色軟 這就是一個我覺得蠻簡單 也可以讓新手把照片的顏色調得蠻有質感的一個軟 然後調色不成大家應該點進去應該就會 應該不用特別介紹 我自己比較常用的顏色是C1 然後再把那個白平衡調正常一點 這樣我覺得就OK了 然後這邊還要跟大家教稍微進階一點點的 就是Line Camera 我覺得它厲害的地方是它可以貼上很多透明的PMG檔案 有點像蓋印上的感覺 但是大家不一定會用PMG這個圖片 但是沒關係我今天推薦大家一個日本的網站 他們做好的PMG檔案 你只要點上去把它存下來就可以了 就點下去 然後它看起來算都是白白的一片 那它其實是有圖片的有白色的PMG檔 就儲存一下 然後儲存之後呢 你再到Line Camera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 注入你想要修改的照片 那我就用剛剛那個擴增碗來進來之後編輯 然後編輯之後呢 就選到底下有一個愛心圖案 然後上面有一把剪刀 剪刀的地方按下去 然後按這個綠色圈圈的加 按了之後 就可以把剛剛下載下來的那些透明被剪圖案放進去 那我們先隨便按一下 壓進去之後它會有個方框 看你要多大的圖 然後按下一步 我就把這個圖 存到你的Line Camera裡面 存進來之後 你以後點進來就不用再輸入了 你就只要 點這個剪刀它就會出現在這裡 然後就可以把圖放在你想要的地方 它可以無限一直按 就是有一種蓋印章的感覺 看起來是不是效果蠻特別的 好大概就是這四個MV 你學會了嗎 好快去練習好嗎 啊如果你覺得不錯的話 可以 把它限動的時候 A叫做 不要再贏一人歡迎三次 叫我整整飯 幫我加一下粉粉auf東 不知道為什麼莫名 一直無法長大 阿妹 541 回去 Bye ...